好 现在说到岳飞了 然后就聊到满江红 那我们就 这个聊一聊吧 聊一聊这个 满江红吧 先聊这个电影啊 我们之前去看那个电影吗 陪我们家人看的 说心里话 我觉得这个电影呢 本身呢也不是特别差 我必须这样说 虽然很多人在批评他 为什么这个电影有一定的 就毕竟他是张艺谋拍的嘛 张艺谋你不管怎么样 他虽然后面拍了很多烂片 但是那个质感还在 他有一定的质感在里面 他毕竟他 有这么大名气了 他不想让自己的 明节 就是随意的这种 浪费自己的明节 他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职业操守 这个电影的质感还是有的 我必须要承认质感还是有 因为他表演质感还是很好的 尤其是张艺 很多人都喜欢张艺 虽然张艺长得不是很帅 长得很普通 但是这个人我很喜欢 表演他很认真 他也不喜欢参加各种什么真人秀 就是他是一个很专心 专心之志的做表演的人 这样子的人 比较低调的人呢 还容易凝练出来这种很好的演技 而且本个人的气质也会很好 因为他干涉认真的人都很帅的 张艺就很帅 我觉得张艺特别帅 看着我都流口水 为什么帅呢 因为他那个 首先他很瘦 我很喜欢瘦的人 我不喜欢胖的 在我眼里 胖子就是有病 你说你干嘛骂人 胖子是真有病 任何胖子都有糖尿病前期 还有各种隐藏的疾病 身体的炎症也很多 一会儿口腔溃疡了 一会儿胃痛了 一会儿肠痛了 一会儿得痔疮了 好不了胖子好不了 所以说我坚决呼吁大家减肥 像我一样瘦瘦的 我之前也很胖 我现在就很瘦 好 所以说我很喜欢张艺 张艺很瘦 张艺他穿那个衣服也很帅 我到夏天也会穿很瘦的衣服 也很帅 我到时候也拍点性感的照片 好吧 总之就是张艺穿那个衣服很瘦啊 很酷啊 走来走去 是吧 说话也很温柔 让大家很爱他 这个没问题 表演也很好 然后拿了一个扇子 喜欢敲别人啊 可能有些变态 可能会很喜欢这样子敲 我不喜欢啊 因为我 我不是这个 那个 OK 但他表演还是让人很放松 很舒服 我很喜欢看 我很喜欢看 虽然张艺演的这个角色 我不喜欢 是吧 他张艺演的一个 这个也是 情婚的一条狗而已嘛 是一条聪明的狗 一条性感的狗而已 也是杀人不眨眼 非常坏 然后那个岳云鹏呢 演的呢 岳云鹏 其实演的蛮好的 蛮有趣的 不讨厌 台词也是很讲究 我不觉得反 除非有 除了有一个 我有点烦 他说 你怎么吗 不能恩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 讨厌 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这个词 有点 好像有点多余 其他的词还可以 还可以 还挺可爱的 然后这个 沈腾是吧 我不太喜欢沈腾 为什么 因为我 首先沈腾是个 很优秀的 表演 表演者 很优秀的演员 没问题 可是他这个电影的演员 我有点 有点讨厌 有点过头 尤其是 他的这种 在 他把他的一个好朋友 是吧 他的一个好朋友 被抓起来了 被那个 被张艺抓起来了 抓起来之后 逼着 岳云鹏 捅他的好朋友 是吧 逼着 逼着 错了 逼着那个 沈腾 逼着张大 捅他的朋友 捅完之后 他在门口 你说你在门口 如果表演出 你这种 撕心裂肺的 这样子 安静的 哭一会儿 这个就算了 但是他不是 他是 真都哭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 一下就很假了 就很讨厌 让人很讨厌 还有很多地方 就是有点过 用力过猛 他其实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神疼 很容易用力过猛 我觉得有点 不喜欢 有点 焦柔躁 我不太喜欢 然后那个 雷家音 雷家音演的 冰烟烟的 其实冰烟烟的 情侯本身 我不喜欢 但是雷家音演的 既然雷家音的演技 还不错 雷家音的 还是有一定的 表演功力的 他演的 我觉得还好吧 再说说里面的 女性角色 首先分量占比 很轻 很少 然后女性角色的 这种层次 也没有演 也没有演出来 我就感觉到 女的很担保 包括 情侯的两个美女 哑巴美女 两个这个刺客 长得确实是挺 挺可爱的 但是 让人记不住 让人记不住 表演功力还是差 然后 那个沈腾的老婆 就是那个演技女的 那个 演歌女 技女的那个 演的也让人讨厌 感觉有点像个泼妇 我不喜欢 虽然说身材挺好看的 我不太喜欢 我不太喜欢 然后最后就说一下 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 异样千玺 我们的异样千玺 我其实不讨厌 他的表演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不是让人讨厌 还是很认真的在演的 但是因为异样千玺 他本人就是 受到很多争议 很多网友 很讨厌他 因为他 他和小郑多提加 联系 虽然好像不是他说的吧 小郑多提加 不是他说的吧 但是他 他的这个 和别人抢考试 是吧 他去考什么 一个表演系的一个 一个职位 还是什么 是吧 和别的考试 抢考试 你本身就已经是 就非常优秀了 很成功了吧 就他也不是很优秀 我也觉得 我从来没也不觉得 他他有多优秀 他是很幸运 很成功了 然后他就 他就考那个表演 还是什么 我觉得他考表演也可以吧 只是说 由于这种 国内的这种经济环境啊 很多 很多学表演的人呢 生活很艰难 想想得到这个 这个机会 可是 已经成为一个 很火爆的 一个演员的 杨千奇 还去考表演 让人很讨厌 让很多网友很讨厌 我自己还好 没感觉 因为我没有关注这个事啊 就是很多人就 把小镇 小镇做提加 这个帽子扣到他身上了 不是 把这个罪名扣到 就是 其实这个不是他说的 是另外一个人说的 我记得是另外一个人说的 我网上的一个 一个大V说的 好 总之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而且他总是喜欢 装作一个 好 三好学生的样子 让人很讨厌 捧着脸 捧着脸 装到一个好学生的样子 装到一个很有 很有知识的样子 是吧 就是一扬千血 装到很有知识的样子 呃 我明说了哈 这些演员 没有一个有知识的 这些演员 所有的演员啊 在我面前哈 呃 跟低能儿是一样的 呃 就是在 就是他们的学识 他们的真本事 包括哲学 历史 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 呃 广度啊 呃 我说这个历史 是全世界的历史啊 不是不包括中国的历史 呃 文化知识 在我在我在我面前哈 呃 百分之九 我可能也有些 清华北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毕业生 也去当了演员啊 也有可能 我没有研究 但是大部分 在我面 在我面 在我面前 呃 是等于是幼儿园的水平哈 没有什么学识的 所以说 而且有些喜欢装作有学识的 我就很讨厌 装作有学识的 有很多 很讨厌 之前有个叫钱东的是吧 装作很有学识 啊 微博喜欢写一些文周周的 那个文字哈 呃 在我面前 就是笑话哈 在我面前 就是笑话 呃 杨千玺 喜欢装作一张 很有学识的脸 很三好学生的脸 你让人有点讨厌 还有近期大大火的那个 另一个女生 叫什么名字来着 就是 也是 哎 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就是那个人 呃 他也喜欢 我我也看他微博 因为他还很可爱嘛 也是某女郎 就是那个 叫什么来着 就是他妈妈把 把他 妈妈 开了个舞蹈室 把他的一个 一个 小女生 脊椎骨给压弯了 是吧 压残废了 就那个 我忘掉了哈 那个女生也喜欢 微博上 写一些 呃 这种 感觉非常 三好学生的那种文章 但是采访的时候 一问三不知 嗯 我其实不会诧异 因为我知道他们全是 没什么文化的 因为他们都在 一天到晚赶通稿 然后跑来跑去 是吧 笑来笑去 化化妆 笑一笑 一天就过去了 所以不可能有 有文化的 不 是 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的 太太过躁了 太过躁了啊 就是国内的这种 娱乐圈的这个氛围啊 嘻嘻哈哈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看书呢 呃 还有就是 呃 王一博是吧 王一博 最近我也是发现他 别人就是 说他的 就是很多这种视频 采访的时候 也是一问三不知 啊 一问三不知 跟个傻子的 基本上一样 啊 但是王一博是河南郑州人 我对他的印象是 他 他在天天向上的时候 跳舞跳得很潇洒 跳得很好 啊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瘦瘦的是吧 嗯 对他的没什么太多感觉啊 好 我们回到这个满江红 说了这么多啊 说到这个易烊千玺 也说完了 我其实并不讨厌他 啊 只是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在批评他 嗯 他的表演呢 嗯 其实他不太合适这个角色 因为他感觉有点瘦小 个子也矮是吧 个子也矮 撑不起来这种 很凶悍的这种首领 这种小个子 不太可能做这种武将的首领 我说实话 因为古代的武将 你再怎么刺 你也得是一个壮汉嘛 啊 你再怎么样 你也得至少 也得是一个魁梧的 得压得住人的 啊 但是一样千玺 如果他做一个这种 凶狠奸诈的这种文官 哎 那倒没有任何问题 他做一个武将不太像的 说实话不太像的 是吧 你至少得长个 一米八个大个子 然后很壮 然后把那个盔甲撑起来 才有点那个样子 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张艺某选人 还是选的不太好 嗯 另外就是那个 这个电影啊 这个电影 嗯 突然就是背景音乐 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 转场是吧 啊 换换那个什么的时候 换换场地 或者换那个 这个这个一段拍完 换另一段的时候 那个衔接用那种 非常非常讨厌的那种 河南欲剧的那种啊啊啊啊 唱的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可以批评河南啊 我不怕 为什么 我阻击河南的 为什么不敢批评呢 我批评我自己啊 我不怕别人说我 真是难听的要死 把我耳朵都快都快炸 耳膜都快炸窗孔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一惊一炸的 张艺某的耳朵 是不是有点耳背了 他在监督的时候 因为他导演嘛 监督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这个声音还可以 其实声音很大啊 把声音调小一点 另外就是最后一段 这个 那个谁 谁来着 秦桧 贾秦桧 贾秦桧 背诵满江红的时候 满江红这首诗 虽然写得很 听起来很漂亮 很浪漫的一首诗啊 是吧 浪漫主义 英雄主义色彩 很美的一首诗 可是 太煽情了 真不好 你看底下那些官兵 那些士兵多可怜啊 都是些可怜人 都是一些炮灰啊 傻不愣的 往那一站 歌颂满江红 哎呦 满江红是个吃人的 是个吃人的机器 吃的就是你们这些底层人 你在那傻不愣的歌颂他 我觉得还很可怜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那个镜头啊